打老人 这属于什么呀 属于家政 这家政太随便了 甭管他是什么人 只要是你报名 这我来 您说这说到点了 这真正 所谓的培训 什么叫培训 你必须有正正思想头脑 这这可不是小事 那孩子给你了 你要管了 他给药吃 给热吃那是 他睡觉 那孩子不是成傻子了 是啊 真是 抓就抓家政 严管严供 等于就是说让他们在招人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制度 对严管啊 咱们过去老妈的 老妈的好 都是找三个 是 那都是那人找的好 那都是私人请来的呀 是都是青年套青年有 都是起来的这特别好 这不行八百年那是 只不买他们八千里地的那是 咱也不认识 咱不说人家挣多少钱啊 人家劳动 嗯 可是你要管控好了 咱不说你是不是啊 没错 我挣多少钱多少钱 那那 人家劳动 劳动可是你都管控好了 那不行了吧 是啊 而且现在不是基本上 您看这老年人要在家的话 基本还得安这摄像头嘛 我看有些 也属于保姆 也属于副工这块来讲 我刚才不单是保姆 保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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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看孩子事 嗯 那老人事也是 现在也比较重要的 是啊 家也是他们的事 嗯 哎呦 那事 咱这这太多了 这都举不胜足 那比如呢 咱俩说啊 就是说 这这个 我们姐嘛 嗯 有一儿子 他这他他他 他哥 他爸住院了 嗯 那我要饭 餵一口 是 先吃 再餵一口丸子 嗯 这这种 可是呢 有点呢 挺损了 嗯 那老头 所以说给他一 再给他一点一口饭吃吧 他不吃 他张嘴 他去炒那那丸子 给一丸子 是 还吃丸子 嗯 再吃丸子 他爸他儿子又不乐意了 哟 那 我 他妈的老子 我哪有这么多钱 这伺服呢 这这 这多多中子女 是 要是他钱都这么 他挣也不多 嗯 我这里够伺服 可是也 当时 酒带床前面降死 是 啪就给一二瓜子 就打 哎呦 哎呦 那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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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儿子确实是 这是个例子,咱不说这其他的人,其他人比他干的更厉害不是吧? 是 师父就说这事 是 这都是我看见的东西 你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,以往这老百姓的事情,各家各的楼房都在一块住,知道吧? 没错,没错